Nio聊世紀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緬甸對上賽克人 這場比賽是由Viper對上Dank 應該是Dank 我有點不太會念他的英文 他這個戰隊一個是GL戰隊一個是CL戰隊 這個名字取得有點微妙有點相近 這張地圖是耀賽 耀賽這張地圖一開始蠻特別的 有大量的思想在周圍 一開始在黑暗時代就有城堡 所以算是一個蠻特殊的地圖 還有附加一個軍營 這張地圖的打法真的是不太適合快攻 太容易被擋下來了 所以這張地圖通常有點像是競技場 但是又比競技場更難打快攻 所以通常玩到這張圖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直接職程 職程之後再來決定要怎麼打 不太可能會打什麼封建大戰之類的 那我們就來講文明的部分吧 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的話他的特性是 伐木是全遊戲裡面最快的 他這個文明特性是 伐木是額外增加15%的速度 基本的這個伐木技術也是不錯的 有到這個二級伐木的 不好意思 欸 是二級伐木的 這邊是藍色喔 也是看錯了 OK 是二級伐木沒錯 那他二級伐木的話 再加上這個15% 其實這個伐木速度還是很快的 重點是這個伐木的15%加速 是黑暗時代就有了 所以從遊戲的內刻起 那個賽爾特就已經有木頭的一個不錯的加成 好那再來是賽爾特人的步兵 是這個遊戲裡面跑速最快的步兵 這也算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對決 那緬甸呢 他的一個伐木也是有加成的 他二次伐木科技免費喔 所以緬甸呢 你到封建時代 一級伐木直接送給你 那到了城堡時代 二級伐木給你 帝王時代三級伐木也直接送給你 所以這兩邊都是有一個伐木加成的一個能力在的 那兩邊也是都是有步兵的一個加成喔 那緬甸的一個步兵加成 不是移動跑速喔 而是他的攻擊力傷害是會每個時代多一喔 那到了帝王時代 我知道 我記得這個劍勇 好像是可以到20攻擊力的樣子喔 沒記錯的話 這個劍勇傷害超級可怕喔 幾乎可以跟遊俠TD這個傷害 重點是這個劍勇的造價又很便宜喔 有這個攻擊的科技 所以又讓這個劍勇造價便宜 然後傷害又超高 基本上只是怕這個火槍還有箭矢跟工程器而已喔 基本上騎兵過來喔 也不太害怕 直接硬砍也是ok的 緬甸有這個特性讚喔 但相對的緬甸人打對付弓箭手來說是比較無力一點的喔 因為他本身是沒有三級防也沒有二級防的 所以弓兵護甲來說對弓箭對射的情況下 緬甸是一個大劣勢 但是他有這個金罐喔 他金罐的話可以用騎兵 增加對弓箭手傷害喔 所以基本上對付弓兵的話 緬甸人不是用弓層器喔 就是用這個騎兵 直接去硬解弓兵的一個打法喔 好那兩邊都是步兵文明 應該前面沒什麼好看的喔 我們先加速一下 因為這張斗必定是要開弓的 不太可能在封命時代開打 這邊先稍微看一下配置的部分 一開始這個配置就是先持果 持果然後持成打法 兵工場四級直接下 順利點這個城堡時代 兩邊都順利上城堡 沒有人要打空間 那我要進行三個人非常標準 木桶的話會不到十到十二個人 一到城堡時代 就會除下三TC 還是帶弓 基本上不會有什麼太大奇怪的地方 那這邊 MIPER偷偷進來看一下狀況 看起來很正常 三TC開局 偵察做得很高位 即使已經知道對方是要開弓 還是要去確認一下 避免對方打一個大招 突然一個ALL IN全家流之類的 這個有遇到我們之後再說 最近都不太遇到這種ALL IN流的 好 那目前MIPER開了四TC 我的TC數開得非常快 但是對手 這個緬甸 這個賽爾特人 這邊也是開了四TC 那遺跡的部分的城堡時代 也開始在爭奪了 兩邊 支援量其實差不多的 但是遺跡部分 看起來 這邊賽爾特是有先拿到一個 那VIPER也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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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賽爾特點下了攻擊 加上步兵的升級 靈甲 長劍兵 開始要來爆步兵 每一外兩兵都是步兵開局 畢竟自己自家比較強勢的一個兵種還是要打的 他可能去打一些對自己劣勢的兵種 像賽爾特就是不好打這個弓兵 弓兵沒有三級射以外也沒有三級綁 而且也沒有強弩 什麼都沒有這個情況下 打這個弓兵不太好 確實打這個賽爾特 護兵啊 或者是這個雙手劍兵 可能會更好一點 那賽爾特的話 最好還是打工程器 原來賽爾特的工程器 有這個攻速加成 也是加成25% 超級快的攻速 不管是奴炮的頭車 還是這個衝車的巨頭 這個傷害啊 這個加25% 你看頭速度 哇 一直頭一直頭 你頭4發 他可以頭5發 大概這種感覺 所以這邊賽爾特 直接兩巨頭出來 開打這個城堡 Viper 應該看起來是修不太起來了 原地三巨頭 已經架了起來 那這邊 村民過來修 但是村民就九隻 這個絕對修不起來了 這個三台巨頭 又是賽爾特的情況下 只要30村 才有可能修得回來 但沒有拉到30村 這個是百分之百會掉的 OK 城堡掰了 那這邊 Viper 用一台巨頭想要反擊 但是看起來 要 可以反殺了 趕快跑趕快跑 會中了 會中了 躲掉 極限脫逃 不然這個巨頭就被砸光了 好 那這邊 賽爾特已經來到了劍勇了 劍勇已經升好 防禦也滿了 那現在攻擊也在等 那 Viper這邊也是 在閃這個 劍兵的部分 這邊是閃這個 劍勇 那這邊 免掉 看這個攻擊力 而且是12加5 那升完之後 應該是 13加5 沒錯 18攻 哇 18攻開了 那待會三攻 三級攻再好 再加2攻 攻擊可以高達20 大量劍有直接 正面開砍 但是 賽爾特這邊 有一個優勢戰 因為賽爾特這邊 數量比較多 好 直接手撕 而且賽爾特這邊還有 移動速度的加成 這個支援速度非常快 好啦 Viper第一波大戰 已經快不成區 第一排 炮灰已經全速倒地 後面的劍勇 有在續起來 等三級攻還沒有好 雖然這邊 劍有傷害是比賽爾特還要高的 但是還要去補一下這三攻 才把這個優勢打到最大 好 那賽爾特這邊攻擊 我們來看一下 13加4 17攻 這邊13加5 那這邊 但是賽爾特攻擊是全滿的 那Viper還沒有點滿 Viper這邊經濟上 有點小小的問題 三攻有點難點起來 OK 點下了三攻之後 直接被巨頭拆掉了TC 大量的聰明 直接被禁油開砍 這邊聰明直接潰散 收音速直接降至100吋 但中間這邊的禁油從後面斷路 斷後 這個斷後斷的滿成功的 這邊大量後面打倒了劍勇 可以直接衝去後面拆這個巨頭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Viper會有些去拆嗎 哪裡還有一些 劍勇快打完了 沒有問題打完了 好 果然攻擊力上有一個優勢在 劍勇護砍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懸念的 但是這邊城堡 費力了起來 完蛋 劍勇最害怕的就是箭矢傷害 巨頭拆一拆趕快撤退 不然這邊劍勇真的會送光 好 趕快跑趕快跑 順帶一條 這個賽爾特的城堡 這個城堡跟劍塔的攻擊速度 可以提升25% 那這是他的銀罐能力 算是對於喜歡玩劍塔流的玩家 或城堡寶推的玩家 可以考慮這個賽爾特 用他的堡壘技術 銀罐 可以增加你的攻擊速度 雖然沒有三級設定可惜 但速度增加這件事情 還是比較有威懾力一點 對於推進這件事情 好 那來看一下 34隻 31隻 兩邊的數量其實差不多 但是賽爾特現在有攻擊速度 優勢出來了 開始在纏這個奴炮 那這個奴炮的話 對於賽爾特也是很棒的 因為可以打倒大量的步兵 跟頭車的效果其實差不多的 而且這個比頭車更難躲 奴炮你要躲 基本上是很難躲的 必定是會吃到傷害的 賽爾特的奴炮還有再加這個25%的攻速加成 而且還可以撐到重型奴炮 所以這傷害只要讓他續起來的話 一整排的一個劍勇 可能就會瞬間搞定 好 那這邊 哇 這邊直接一個奴炮串燒啊 大量的劍勇已經出現殘血的狀況了 好 劍勇直接走私城門 但是城門直接被打開 火炮跟巨頭直接被追殺 哎呀 VIP的火炮 現在巨頭都被砍掉了 那我們後面奴炮部分 還在輸出 非常的舒服 想串哪裡就串哪裡 VIP這邊要剩這邊 弓箭射程了 欸 再剩住弓箭射程 大量劍勇直接硬砍 直接砍入正面的部隊 原劍勇的傷害已經來到最頂峰了 13加7的一個傷害 20攻的威力 直接上去硬頂 對方的劍勇只有13加4喔 直接差了3攻喔 這個傷害都差滿多的 長久打下來的話 看起來是VIP這邊還是有點優勢的 那如果賽爾特這邊想要打贏的話 可能要依賴自己的工程器喔 那這個奴炮 跟頭子車喔 可能要多出一點 但我覺得這邊可能不用出到頭子車喔 因為頭子車會打到自己的進 奴炮來說的話可能真的是不錯的 但是VIP沒想到是出了火炮來反制阿 嗯 賽爾特的一個缺點喔 就是沒有火炮 對手火炮的情況下 自己出頭車阿 或是空車的奴炮 然後被這個火炮拍個一炮 然後就倒地了 那這邊一直在往前想要來提地板 欸提到了 OK這個奴炮解掉 但是這邊已經被沈到精銀礦區的火炮礦下 OK火炮被擊倒一個奴炮 後面這個奴炮直接被基隆砍爛 好但是後面的火炮也 欸火了下來嗎 欸直接被砸掉 什麼意思 這樣是不是自己踢自己的阿 有點看不太懂 好 好但是火炮這邊 解這個巨頭效果很好 隨便找個擊發 喔這可以解掉 在後面這邊 又被劍永追火炮可能又要不保了 而且遺跡已經看得出來 你這個修到月亮趕快去撿遺跡喔 搬回來 好那這邊 弩炮直接砍直接砍 哇三刀直接砍爆一台弩炮 好但是這邊火炮的部分也被拆光了 這個劍永跑速太快了 馬上就追掉了 你看這個跑速很明顯 這個這裡的賽特的劍永跑速很快 直接瘋狂支援 直接瘋狂支援 直接讓對方的禁永當夜問喔 要打十個 直接包衝 這邊挖金礦春被抓到了喔 這邊居然還有空下喔 拉這個禁永過來做騷擾 好兩邊繼續持久戰 但正面部分還有要打嗎 看起來稍作休息一下喔 VIP可能要趕快把這塊金的鎖住 這塊金鎖不住會很傷喔 因為這裡有三千多塊金塊 這個金塊沒鎖住可能是瞬間繼續喔 而且中間沒有城堡防守的話 農田這一區也是會勢必鎖不住的 好打兩弧炮直接過來 塞爾特這邊已經農到了十台弧炮了 十台喔 真的算一下 一台16加0 還沒有火藥 這不是火藥霸權 16加0 這樣實在就160也直接串燒下去 這個金鎖會被秒殺耶 今天金鎖只有71血而已喔 好看到火炮繼續反擊 欸沒打到火炮再來提一下 欸應該打到了 欸打掉一台 OK再來一炮應該打不到 沒有這個提地板 但是奴炮串燒效果很好 劍勇一過去就瞬間殘血了 好奴炮這邊還想再找機會打 好直接串燒奴炮 嘘嘘嘘嘘 哇你看這個 劍勇直接倒了好幾隻 我的串燒看起來真的很舒服 那麥克風會怎麼打呢 中間如果正面突破的話 可能會被劍炮串燒搞定 那這邊可能要先散個Vino 左右開攻 然後正面直接四面包操會比較好一點 但這邊需要大量的手術 這招是比較新海賤暴常用的 狗包流 先散兵 左右散兵 然後左右包夾一個戰術 那在C力我比較少看到這樣的戰術 我用這個操作的過程 算是蠻一瞬間的事情 會操作也不好 很慘就被逆轉 好那這邊 麥克風真的是用 嘗試左右包操的戰術 左邊拉了一頭劍勇 右邊的劍勇 也在那邊纏 中間直接頂住戰線 那大量的奴炮直接被打倒 這邊有點隱藍入式的感覺喔 這個奴炮直接被白挑 直接送光喔 這個火炮的傷害很高啊 這邊把這巨頭也脫掉了 但是這邊劍勇追著火炮打 能不能守住呢 因為這邊 箭矢傷很低喔 城堡敵人射的很痛 射射也沒那麼遠 嘿 這邊怎麼在成這個 左牆 欸 怕自己的牆被戳爆嗎 這邊麥克風拉朗之劍勇 在那邊砍牆壁 好 火炮這邊沒空好 怎麼太往前了 不知道直接硬點的關係 唉呀 這邊有點危險 可能會送光喔 火炮 哇 真的送光喔 三台將直接往前送 我覺得不太好 不一定太硬要點了 那三台火炮被送掉的 Viper可能現在有點胡鬧 沒有辦法可以反制對方的一個 戰術 欸 結果這邊 森旅點了這個救贖思想 這樣可以招搶對方的一個名號 可以開始反殺對手了 Viper這邊除了用火炮之外 居然還用了這個森旅 連這個射程也升級好了 9加3 12射程的一個森旅 好 那這邊 開一托就很尷尬了 這個奴炮只有8射程 人家森旅是12射程 等你要反制的時候 都已經被招到了 好 那這邊劍勇還是要出一下 需要一個肉盾戰 喔 這邊奴炮串燒效果還不錯 串燒串燒 再串燒 哇 這個正面打到的話 劍勇也真是扣蠻快的 好 但是對手有點怕怕的 自己的資源已經不太夠 黃金上已經歸零了 欸 啊這個黃金怎麼挖這麼快啊 欸 欸 他沒金勒 欸 真的是零黃金耶 啊Viper怎麼那麼有強 Viper這塊主金還在挖耶 哇 還有這塊金 挖到什麼 還有這塊金 總共還有兩千多金耶 白白白白 白可 這在有錢什麼 這個重裝5號果然太花錢了嗎 好 那這邊劍勇出來防一下 左邊撥克也在防守 口號直接砸沒砸到 好 大量劍勇上去直接硬頂 兩邊劍勇開砍 但是這邊砍一砍賽特 絕對有點痛 人家攻擊一隻二十的劍勇喔 大概這裡自己只有十七弓 整整的差了三弓 喔 這個火炮打得不錯 火炮在這裡再御看一下 喔 又找到了 完美 但下面這邊挖金泡龍聰明 直接被砍白痴 直接被追殺三刀一隻 刀起刀落 嗯 OK 火炮在想辦法再輸出一下 可是火炮的數量沒有續修 沒有續修的情況下就有點難推進 但是劍勇也在輸出的情況 可能是還有機會推掉這個城堡的 好 麥克爾用了大量的金泡龍所在正前方 快來到六十之號 人口一直都是屬於近兩百人口 但是賽爾特人喔 這邊的人口並沒有只屬於兩百人 開始有點經濟接不太上喔 黃金不夠多的關係 所以這邊有大量的食物 也沒辦法出這個劍勇 所以這邊索性賣了一大堆食物 就換取一些黃金喔 還繼續出這個黃金冰種 那這邊選擇的冰種 繼續出這個劍勇部分 那他不出松爛武士原因 是因為下面有過多的資源 去升這個松爛武士的精銳 雖然松爛武士是可以跑很快的一個步兵 可以當成賽爾特的一個奇兵來用 但是打正面萊塑的話 劍勇造價便宜 而且又實際傷害不低 然後這邊直接打一個窄口 大量部隊直接被火炮砸中 火炮直接被砸 掉一大堆的單位 哇 火炮這邊的助攻相當好 大量部隊直接被 Viper直接包夾 直接全部搶在遠地抽 火炮試採越來越多能見 有點危險 這邊火炮沒有直接被砍死 好險 火炮一個轉頭開炮 打這軍銀開始要來拆劍豬了 好 我們城堡村民結掉了 重點要來壓個城堡來阻止這個出兵點了 帶他人節節敗退 右邊村民還被抓到 大量的軍用直接硬砍 雖然是攻擊力很高有20攻 但是村民本身有異防的關係 所以要砍到三高槽會死一場 不然兩刀一村好像也是有點過強 好 這邊有這邊再繼續輸出 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感覺 Viper拿下這場比賽了 好 最後打出了這局 哇 這個賽爾特感覺真的是被火炮搞爆啊 導致這個奴炮出了意也不太大 就算出了也會被招走 就算沒被招走還會被火炮打 所以這邊賽爾特感覺有點被封印住自己的一個套路 那 Viper也是針對著不錯的關係 所以才可以有效的克制對方這種強勢的打法 好 那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看起來兩邊都是一個大暴龍 完全沒有一個想要中間打什麼戰士的關係 所以經濟科技都有完全的補上 沒有什麼好講的 就是兩邊都是經濟不錯 但賽爾特後面是可能經濟化的太快 然後遺跡又都被Viper幹走 你看遺跡又賺了3600黃金啊 真的是賺爛賺爛的 好啦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